丰收季节 金黄色无疑是最绚丽的颜色 它为丰收增添了无限风采 为了这份寓意丰收的金色 农民付出了汗水和辛劳 我们在农业这方面发展 我们必须要给这些下一代的人 作为一个榜样 他们不畏艰险 在悬崖上养风 在追求金色甜蜜的背后 满载着丰农对丰收的渴望与向往 好吃吧 那好甜啊 我们一念它去一次灭 让我们一起走进 这个充满希望的丰收季节 见证那些关于汗水 智慧与梦想的帮扶故事 预知更多详情 敬请关注 七彩丰收系列节目 金黄色的甜蜜 油菜花开生机勃勃 金黄色的大地 满载着丰收的希望 油菜是我国第一大油料作物 占国产食用油的半壁江山 每一滴菜籽油都来之不易 从种植油菜到采收油菜籽 再经过多道工序压榨 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 2023年 陕西省安康市汉银县 七十多岁的杨明荣 看准了国家对油菜种植的补贴政策 流转一百亩梯田 这片太壮观了 这片 望远望去全都是 是吧 全都是彩花 有山有水 那边还有耕作的牛 就像走进了一幅画一样 在这片古老的梯田上 七十岁还在种地的很多 但七十岁还种一百亩的 只有老杨一个 前两年 看到有些人外出物工 田贤了下来 老杨不仁土地闲置 流转过来开始种油菜 一个是我们老百人 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几百年的 这个头地 我们不能把它通装 再一个来说 国家这么好的政策 我们在农业这方面发展 在我们这一辈 我们必须要给这些 下一代的人作为一个榜样 2023年 老杨一次性流转了一百亩地 想着给村里人带个好头 让外出打工的人 看到种田的好处从而返乡 没想到 却遇到油菜大量减产 杨树 这块就是您的地是吧 对 您说这个产量地是怎么看出来的 就看这个分支 这个就非常明显 你看这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个 这才八个 正常是多少分支 正常分支一般都是十二个 这种看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个这种 对啊 其实少一个支 它就少了很多结果的位置 也就最终其实直接影响的就是产量 因为你少结了很多果 是吧 对 老杨这一百亩地 油菜分支 大部分都没有超过八个 然而 老杨的油菜 不止分支少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 正常地它这个花是一米慢慢的 您是说这块花一般 花这种花一般很密 是吧 对对对 现在很稀疏 对对对 这都是明显地减产的现象 杨大叔 正常这一亩地的产量能产多少 在我们这里一般就在三百五六十斤 那您预计今年您这块地呢 能得减产多少可能 有可能就在二百七八十斤 那减产将近百分之二十呢 每亩减产七十斤左右 一百亩就要少收七千多斤油菜籽 老杨算过 刨去成本刚好吃平 这一剂等于白干 这个幸福等于就跑汤了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农人 油菜减产 老杨判断很可能是去年油菜晚重导致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 汉阴县漩涡症 发生少见的极端天气 降雨连续将近一个月 吉令已到 小农户一亩两亩赶在雨亭的间隙很快种上 而老杨的一百亩地面积大 用功多 抢种的雨季里因为找不到工人 育好的油菜苗迟迟种不下去 高农业地 那只叫春春二子夏珍市 看到看到时间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们油菜一直种不下去 原本应该在十一月初一栽的油菜 最后到十一月底才种下 整整晚了将近二十天 青年监产已成定局 油菜再有四十多天就要收获 老杨想在这段时间里挽回一点损失 为了帮老杨解决这个难题 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 找到一位油菜种植经验丰富的帮帮团专家 胡洪生 本期帮帮团专家胡洪生 种植油菜三百亩 为周边五千多户农民 提供农机社会化服务 了解到杨明荣的情况 胡洪生急忙跟随记者 赶往四十公里外的凤燕谷梯田 同时种油菜的人 他知道能够挽回产量的机会已经不多 这两天的油菜应该说人都进不去 但是你这个油菜地 我看人随便都能进去 地里边那个土全部露出 六 七 三 七 我看你这个普遍的就是六个到八个之间 很少见那么少的 一般应该都在十个以上 这目前就是这种情况 主要是完种 就是完种的原因吗 长得那个时间都不够 它就不可能形成壮苗 形不成壮苗的话 它那个分支就比较少 分支一少它产量肯定就低 非常无赖 作为一个农业人 看着它的表情说实话 我心里挺难受的 因为我也是做农业的 我能体会得到 它当时那种绝望的心情 老杨知道减产已成事实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到底还有没有机会挽回一点产量 胡鸿燊决定先看看油菜的具体情况 再制定适合当下的帮扶办法 这时胡鸿燊却突然又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开花结果 这是自然界的规律 一朵花蟹 下面就会形成一个角果 但眼前却出现了 只开花不结果的反常现象 上一个问题还没解决 就出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那一刻 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杨大叔来说 真的是雪上加霜 那为什么老杨的油菜只开花不结果呢 这就是缺蓬的表现 缺蓬 就是缺着蓬灰 缺蓬为啥冷 导致它整个严重的问题 蓬灰它可以促进花魂的形成 这个花只能是正常受粉的 只有才能结果 油菜想要开花后结果 就必须有足够的花粉 而蓬恰恰是促进花粉形成的关键元素 你这个现象还挺严重的 如果你不及时采取措施的话 还要下降 还要下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晚重导致减产百分之二十 现在出现只开花不结果的问题 胡鸿燊估计还会减产百分之十 原本能勉强保本 现在肯定是赔钱 第一年就要赔钱 这对于七十岁的老杨来说 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一向沉稳不上表达的他 彻底慌了声 哎呀 当时就无法信用 作为我们一个龙女 这确实取得就不值 这事情究竟这时候 这事情该咋办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通过浮点蓬灰 这是唯一 现在唯一的办法 唯一的办法 对 下面的已经没办法了 咱们就把上面这一点保住 先别让现在开的 和以后开的这个花 出现这种花也不是的情况 对 对 对 这是当务之急 但新的问题接着出现了 梯田上采用坚扛人杯的喷洒方式 很难在短时间内 把一百亩的油菜喷完 就是晚半天 它对产量的影响都很大 一刻都不能等 今天必须把药喷上 我把我们的无人机调过来 现在十点嘛 一个来回八十公里 我还装车卸车 可能大概两点钟 今天真正把这片 全部给它喷完 那这些卸服了 好 当时看着大叔 就是那种想哭的那种表情 其实我也特别想哭 因为以前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没人帮我 我那时候真的哭了 下午两点 胡鸿燊带着无人机和需要的肥 准时回到凤燕古梯田 一场争分夺秒的帮扶 在古梯田上开始 把这个两个桶里边 一个桶里边接点水 今天 胡鸿燊不仅带来了棚肥 还带来了一种能帮杨大叔 挽回部分产量的肥料 这个是零酸二金甲 属于那个叶面肥 你打了这个叶面肥的话 它后续对那个果汁的盆大 有帮助 当我们看着那两架 大型的无人机轰隆隆地起飞 然后开始快速地作业的时候 所以那一刻 我们真的在整个帮扶的过程当中 感受到杨大叔第一次踏实了 放心了 其实胡鸿燊的这个帮扶方案 是国家近年来大力推广的 油菜文产增产措施 就是在油菜花期 将多种肥料一次喷洒 来提高油菜的单产 对于正常油菜来说 可以提高产量 而对于已经减产的老杨来说 则意味着可以挽回部分损失 杨树这几天终于露出 开心的表情了 是的 在大家一起努力下 赶在天黑前 终于将一百亩地全部作业完成 油菜产量止损有了可能 这一天 困惑已久的难题得到解决 老杨也经历了从失望到绝望 再到充满希望的连续反转 有正常的可能 能看到希望了 这一下 对对对 2024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扩大油菜面积 支持发展油茶等特色油料 如今在国家稳良保工的政策下 无数个像老杨这样的中国农民 默默付出 是他们装满了凉袋子 还拎稳了我们的油瓶子 在丰收的季节里 家住河南辉县市 沙窑乡 葫芦坝村的思喜英老两口 也在追求着属于自己的金色丰收 他们在悬崖上养风 金色甜蜜的背后 是丰农对于丰收的向往 他们年近七旬 为何非要在陡峭的悬崖上养风 为了这份金色的甜蜜 他们又付出了哪些艰辛 邦邦团专家能否助力他们 丰产丰收 共同迎接那丰收的喜悦 七彩丰收系列节目 金黄色的甜蜜正在播出 在河南省徽县市的大山里 杨风户思喜英老两口 正在进行收风 最近他们的蜜蜂 频繁出现分家飞逃的情况 如果不能及时收回 每次飞逃将损失一半的蜜蜂 养蜂人就是靠着蜜蜂踩蜜才有收获 蜜蜂数量多 踩的蜜就多 如果蜜蜂都跑掉了 养蜂人的损失可想而知 因此老两口很是着急 本期节目求助人 思喜英 养殖中蜂五十多香 求助问题 如何防止蜜蜂分家飞逃 接到求助后 邦小妹来到了 灰县市的南太航山区进行走访 大叔大婶 您来了 你们在这儿养蜂啊 怎么下去的这是 你别想拉了 路跑走 小妹上去吧 您慢点啊 这地儿太危险了 慢点慢点慢点 婶你多大岁数啊 我67了 说呢 我69了 69 那么大岁数了还怕这个牙壁啊 我们习惯了 思喜英老两口所在的村子 位于南太航山外的第三阶梯 海拔一千米左右 村外一侧 全部都是垂直的红牙绝壁 老两口养蜂的地方 就选在这些红石牙上 最近一段时间 思喜英老两口养蜂特别忙碌 他们每天早早就来到了悬崖上 除了做好蜜蜂的日常管理外 他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看着这些蜂箱 它配偷什么 不是怕偷的啊 它分这个来 你不看着它分出去 跑到这悬崖地下 找都找不住了 又跑出去这个情况 是 蜜蜂分家也被称为芬蜂 是蜂王率领部分蜂群成员离开原有的蜂巢 另行建造新潮 芬蜂一般发生在春夏之交 芬蜂虽然是蜜蜂扩张种群的一种自然行为 但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 蜂群出现逃离 会给养蜂人造成较大损失 除了这个蜂箱 其他的蜂箱情况又怎么样呢 这那么陡啊 这天天是怎么下去的 我都不敢下 养个蜂容易吗 你说下来一趟 不久也是蜂都没有埋了 你看做蜂能拆多少面 擦着面回来还不够它吃了 还不够它自己吃的呢 你要给它擦了面冬天就饿死了 这种情况严重吗 这种 你看做物件先标着这 全部都是跑过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不都是吗 对 那您这五十多箱蜂 跑六十多箱吗 跑一半呢 一半 整不上去了 今天就整不牢了 五十多箱蜂蜂 已有一半的蜂箱发生了沸淘 这意味着 老两口辛辛苦苦养起来的蜜蜂 已百百损失了四分之一 同时 今年的采蜜量 也会相应减少四分之一 如果后续再有蜜蜂飞逃 损失还会继续增加 就在帮小妹调查的过程中 一个蜂箱又出现了情况 你知道那箱蜂 这会就开始要蜂了 您怎么看出来的 它门口都出了好多蜂 它开始躁动了 都出来了就蜜蜜蜂 这么多蜂啊 它等你忘了它以后 它都飞走了 去到它往哪个死定乱来 哦 在哪呢 就咋前面了 你不赶紧找着它 它就又飞走了 飞走了 你就咋也找不回拉它了 你小心啊 嗯 好 就到这儿了 哪儿了 这儿 怎么办 你试试 试试能够抓不能 够不见啊 够不住了 你上上试试试 说你慢点 你小心一点 咱们不要就摆一摆 不要摆一摆 慢点慢点 一会儿就摆梯子 蜜蜂分家时 蜂王会带领部分蜂群 从蜂箱中飞出 然后在附近选择树干 集成一团 等侦查蜂找到适合的建潮地址 蜂群就会飞离 在集团过程中 如果没有及时将蜜蜂收回 蜂群一旦飞走 将很难再收回 你可得小心啊 叔 慢点 就扣往那儿 内用的什么工具 照蜜 照蜜 照蜜是怎么收封的 照蜜你往它上面一扣 它就自己上去了 它怎么自己上去的 上面你的土色都疯了 它有点稳 哦 越爬越多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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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酸了吧 嗯 真不少啊 喝走 喝走 谁咋 哦 盖上 这就算收回来了 是吧 这就收回来了 安心了 紧张的收封工作 暂时告一段落 老两口终于可以临时休息一下 我给你擦一块面 你尝尝盖着蜂蜜啊 尝尝 咸牙上样的 这蜜的颜色真漂亮啊 好吧 晶莹透亮的黄 看着就想吃 我尝尝 嗯 好吃吧 那好甜啊 真的是 它这个口感很绵 我觉得它有花香味 就是扇上的爆花蜜啊 百花蜜 它的这个口感很厚重 我们一念它去一次蜜 那我手里这个很珍贵啊 思喜英老两口养风前 主要种植着两亩山地 由于收入有限 再加上年事已高 种地也有些力不从心 因此他们决定 发展一份相对轻松点的副业 于是2023年 老两口用积攒的三万多元钱 购买了50多香蜂 开始了养殖 然而蜜蜂频繁飞逃 让蜂群遭受了重创 今年的养蜂收入 势必会大打折扣 想你养点蜂 增加点收入吧 它又跑了 它跑了 对于老师 你就大忙活了 为了帮助老两口 解决目前的难题 栏目组检索田园 帮帮团专家库 找到了一位养蜂的帮帮团专家 肤栓宝 老师您不怕被蜇吗 不蜇 你伸手没事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真的真的 我再弄点 我的手交给你了 没蜇我呀 真没蜇我 这个蜜蜂分家的时候 它是带着粮草的 它的肚里的蜜囊 存着好多蜂蜜 它蜇人的时候 它需要弯腰 它存着好多蜂蜜 它就弯腰弯不下去 所以来说 它就轻易不会蜇人的 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 思栓宝 养蜂二十多年 建立了河南省第一个 省级中蜂保护区 为了帮助老两口 解决蜜蜂飞逃的难题 思栓宝来到了现场进行调查 这个你们这儿 有没有换过蜂王啊 没有换过呀 去年才买了 妈的时候人家说该是新蜂王 这蜂王还不错呀 然后你看它身上的绒毛 都还在 就是如果蜂王老去的话 它身上的这种绒毛就脱落了 你看着就是油光发亮的 如果蜂王老了以后 它就不足以控制整个蜂群的 所以来说 它的蜂群就会起一个 风风热的情况 蜜蜂分家飞逃 既然不是蜂王老化所致 那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思栓宝又有什么发现呢 刚才你们蜂长看了一圈以后 发现那些跑蜂的蜂箱 都是特别小 蜂箱小 你看这些 里边挤得满满的了已经 它没有空间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好多口人住了一间房子 住不下 你是不是要想办法 再弄一套房子出来 是 容纳不下它了 对 它就是一样的道理 它就要分一群出来 你说这蜂跑就是 做月印造成的吧 对 分蜂虽然是蜜蜂的一种自然行为 但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发生 如蜂王老化 蜂巢拥挤 蜜蜂没有足够的建潮空间等 虽然思喜鹰的蜂王是新蜂王 但由于老两口采用的蜂箱有些较小 里面的巢矿几乎占满了整个蜂箱 蜂箱内以没有多余的空间 供蜜蜂继续筑巢 最终导致蜂王带领一部分蜂群 被迫分家 去其他地方另建新巢 我建议把这个小蜂箱全部换掉 换成大的 对 这样你再分蜂就不容易跑蜂了 那你说我的全部都坏了它了吧 最好是全部换掉吧 针对专家提出的建议 思喜鹰老两口却显得有些为难 因为直接购买更大的蜂箱 势必还要增加投入 在那根码粉就喝了冷的些气了 今年就没有蒸气了 就又多喝个气投入了 考虑到老两口的实际情况 思涮宝又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这个蜂箱里边老旧的巢皮 一定要给它去掉 然后给它调整一些紫皮过来 紫皮是蜜蜂培育幼蜂的巢皮 里面有卵 蛹和幼虫 因为蜜蜂它爱子如命 对孩子特别关爱 它马上地服育这些小蜜蜂 它就不会飞逃了 它感觉自己有责任 它得照顾孩子了 那它就是有活儿改了 它就整个就不分这个了 对 为了避免四喜婴老两口的蜜蜂 再次发生分家非逃 思涮宝帮他们演示了 如何给蜂箱调整紫皮 调整紫皮的方法比较简单 只要将蜂箱内的老旧巢皮去除 然后将其他蜂箱内 还没有封盖的紫皮 移入进去就可以了 为了实现蜜蜂防陶的双保险 磁双宝还为老两口带来了收蜂笼 蜜蜂分家以后 它出来以后 它直接进这个收蜂笼里边了 它怎么知道要进这里面呢 因为这个里边咱提前吐了一些 这个老旧巢皮的蜂蜡 这个侦察蜂 它侦察到这个气味以后 它就会带整个蜂裙进去 多挂一下这个东西以后来 你们就不用追着这个蜜蜂 满山跑了 就不用拿着梯子爬了 你不用收了 那些梯子就回去了 是 这叫它家老太精多了 就方便多了 谢谢斯老师 不客气不客气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 希望老两口的蜜蜂 不会再出现飞逃的情况 我们也衷心期望 斯喜英老两口 在收获金色甜蜜的同时 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